大家好,今天是10月7日星期四 收市之後隔夜美股反彈 港股今天大彈特彈 高開之後還可以高手升成七八點過外 不過成交不到,因為A股又未復市 北水又未回來 現在看法是246 246是一個過去十日八日的一個小阻力 現在收247 上方便要看七八月都有兩個底部 其中八月較低248 即是很快便要面臨一個處境 究竟前底當時的支持 會否成為現在的阻力 如果恆生指數能夠穩當地升穿 大概24850點附近的話 那個見底的信號會多少少 當然還要計較成交 還要計較北水回來 這些都要考慮 所以我只可以這樣說 今天指數升幅很多 但仍未可以大大聲講見底 同時有沒有留意今天升的 當然除了本地地產、科技股份 ATM和二、三線的科技都升 但有沒有留意這些板塊全部都是均線空頭 然後逢底破底 在這個檔內亦都是逆政策 弱勢圖表 所以今天很多升高單位數或升一成的股份 老實真是揀不下手 相反油價近日都請強油股 直到今天剛剛就叫做跑輸大事 這些強勢的板塊又有前景 今天偷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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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數來看緊一點 24850 可不可以從月再做下一部部署?